来到卖场圣仙区 西瓜 芒果各式当季水果 一个一个用保鲜膜或塑胶袋紧密包装 但一旁货架上的出清及其品 香蕉低头一片白白的 竟然是发霉郡丝 我觉得这个已经发霉了 这个特价品已经发霉了 特价区香蕉从三根26块变成21块 但根部明显长出了白色郡丝 还有另一盒也是如此 发霉水果怎么能卖 因为吃多了会引发肝病变 店家事后得知联盟道歉 生鲜水果不耐久放 另外像是连锁卖场芒果表皮容易变色 还有这一袋柠檬 其中一颗也明显发黑 直击各大生鲜超市 像是风糠只要超过保鲜期 就会转为特卖品大六到八折 另外加勒福专设习福区 出清最低五折 至于全联还有切片水果 它不会再所会做成其他的 这种加工的水果品来贩售 那我们会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 来去做翻队 确认它的外观跟它的首度 如果它已经不行再贩售了 我们就会有一套SOP把它直接报废 业者解释 现象水果大多出自于生鲜工厂 一样新鲜但保存不易 通常第二天以六折出清 没卖完就要报废 食物表皮卖相不佳 不等于不能吃 但民众兼便宜也得张大眼睛 免得买到发霉水果吃掉健康 解中部综合报道